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力就更小 关赛的时间也就更多了 是的 所以说我们这两天的赛程也会比较多一些 对于选手来说 压力也上来了 因为我们今天第一场对阵的是琴九打K队 前两天的比赛来看 这两支的队伍发挥都相较而言没有其他队伍 像狼队还有MTG发挥的那么好 更多的还需要再找找状态 对 这个状态要寻找起来过程还是非常艰难的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赛季的赛制 还是没有太多变化的 阶段一阶段二 然后根据定位分来掘逐出季后赛的资格 而小组赛的积分规则也和上赛季是一样的 是的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目前赛程还是处于一个阶段一的情况 所以说大部分队伍还可以 还有时间再去赶紧找到自己的状态 是的 而在今天的第一场也将会迎来琴九和K队的比赛 在之前应该是S5的时候 琴九就因为阶段一没有获得特别好的定位分 然后就失去了进入到季后赛的资格 希望在今年的第一个赛季也就是S7当中 请就要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说还是要每一场比赛一定要认真的对待 去发挥出最好的实力在 其实第一天的时候琴九的比赛 像太阳神的发挥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的 但是KZ的话 男将的发挥也还不错 但是像小天蛮和Wiki就可能再需要再调整一下了 是的 而在比赛的模式以及地图池当中 也就是爆破热点控制 和市领赛有所不同 我们会是三局的爆破一局热点一局控制 而地图值方面可以看到黑花都市 包括像攻坚训练场 还有海运小镇都是全新的地图 是的 但是控制里面的海运小镇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一把 包括今天上来周对阵的琴九和KZ也是首班的就是这张图 而在禁用列表当中可以看到还是熟悉的那些弹匣 包括弹药 是的 再来看一下本周战队助威榜 KZ昨天的表现还差一点点 但是依然会有很多粉丝是支持他们的 可以可以看到猪威榜当中还是 像狼队啊 153万11领先 琴九感觉这赛季的这个猪威值稍微有点低了 感觉可能琴九老三人去了一季之后 稍微有点分流了 是的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赛程 第一局第一场来到了琴九对战KZ 第二场成都AG对战武汉一斯大第三局 重庆狼队对深圳DYG 最后一场SPG对战MTG 那今天在这四场比赛当中 我觉得焦点战肯定要数重庆狼队对战到深圳DYG了 DYG在第一场没有打过AG 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一支口头上的银河战舰 纸面上的银河战舰会不会磨合程度没有那么好 那今天经过了两天的休息之后 看看YG能不能在狼队手中拿到一定的分数 那同样上来的第一场也要看看KZ 能不能尝试像昨天一样的爆破 在他们最熟悉的地图从琴九手中拿来一分 先看一下SOLO 如果SOLO打得好的话 躲避双雄我能拿到分数 有选图加选边 那KZ拿分的GAL应该还是蛮高的 对的 选图选边权对于KZ来说也比较重要 但是派出来的应该是琴九是太阳神和猫琪 KZ是依然男将配酸奶 你期待一下 是的 这张地图呢给到了装卸货场现在 货场的话 表面应该55开 嗯 我觉得对于KZ来说 优势应该会更大一些 利于他们的发挥 这张地图 反正是不会出现像昨天的 穿一个隐身服 大胆的直接 大胆直接移动靶的情况吧 那种还是比较少见 主要阿斌昨天有点逞活啊 你看MTG昨天他的采访的时候都提到了 就感觉有点让 这边连喷 哦 琴九打得很凶啊 酸奶的位置已经被完全锁死 没有办法 这一波 给到的压力太足了 KZ有点没反应过来 连喷的压力下你想还手 那你就只能是死了 这猫琪拿到了主动拳 对 上来就上这么大的压力 算和猫琪直接两个枪线加开了 这次还要来吗 但是猫琪被抽了一枪 然后位置应该也差不多清楚了 算还想绕一个位置 KZ打得太被动了呀 不过男将这次主动跳出来 酸奶和他进行一波霜啦 漂亮 以男将作为牺牲 酸奶拿到了这一分 把他们放在地上 把他们放在地上 男将还是一如既往的剑 他个人实力摆在那 加上整体的发挥啊 爆发能力都有 就是一个很全面的选手 是的 现在两边都有点蹭下来了 酸奶是通过一个集中枪小缝 看到了 抽了几枪 但是自己的位置也被承定了 看下这三 波波傻 能不能带来一些好的效果 猫琪打得今天 好凶啊 是的 这波是太自信了 嗯 酸第一时间也没有找到 太合适的位置补枪 酸奶是私血的状态 但是酸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自己的位置很有可能被两边夹击 然后酸他要 赢这个残局 必须得拆分为两个一打一 他就算打赢了酸奶 他残血面对男将太难了 男将碰他一枪就死 就一枪 不需要打第二枪的 想要站起 被提前枪 爆头带走 2比1 火波傻还是有效果的呀 这把冲锋枪 在正面强顶这个环节当中 今天好像前面两把枪 都是比较凶的枪 一把火攻下 一把脸喷 特别来人 但吃闪 太阳神不够 哇 两边同时吃闪 毛奇捂着眼睛 KZ 让一追三 拿下了夺命双雄的胜利 这么快吗 没想到KZ 不抵挡住了晴九的势力 而且很冷静 冷静地再去做出判断 枪法当然也一切可击 好像这么迅速拿下了LV2 对它反应很快 就KZ这边它的调整状态 和晴九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一开始晴九打得很凶 那KZ的话它反应了一下 是的 那先来看一下 今天晴九的首发名单 分别为 心安 三 欧林 猫奇和杨依 还是熟悉的队员 而在今天那个配置当中 位置上 仔细看了一下 好像没有太多的改变 嗯 再来看一下KZ 分别为男将 Vicky 小天蛮 鬼龟和酸奶 酸奶和男将一如既往 都是队内最稳定的 但是相对来说 另外的三名选手 就没有那么的稳定了 就是说可能会影响 整个队伍的状态 是 来看一下目前的数据对比 那这两名选手 应该给到的就是 第一种的数据 像热点的总击杀 爆破的单级最高击杀 这数据上来看的话 感觉Vicky这边也不是很弱 尤其热点的总击杀方面 就是低杀 战损比太阳神更高一些 1.05 嗯 但是两边的发力点也不一样 Vicky在热点的时候 状态会更好一点 手感也会更强烈一点 四方的话还是比较擅长 去打爆破 对 比较爆破 那秦九这边的话是只赛了一场 而黑队的话应该是打了两场 今天是他们的第三场比赛 其实我说实话 先就可以考虑去拿一张新的地图去试一试 对 因为毕竟打KZ嘛 又不是碰到狼队 其实还可以尝试一下 新的地图它总不会整个赛季都不出现吧 感觉可以挑战一下 万一最高选出来了 对 来了黑花都市什么的 而今天的太阳神也是格外的活跃啊 感觉到了第一周比赛的中期 选手的状态也慢慢提升起来了 适应了赛场的氛围 秦安也很开心 不知道在聊什么特别好奇 而在秦安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秦九的新人选手林牧 在目前为止 林牧也是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今天在身后疯狂练枪啊 是不是预示着林牧 可能会在接下来上场呢 一直做好充足的准备 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希望像昨天的布偶 扶上来之后 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 是 昨天布偶上场就很立竿见影的效果 嗯 今天鬼鬼 开始摇起来了 今天鬼鬼依然很高兴啊 哈哈哈 回头要不来捂一个 男将战绩非常豪华呀 伤害助攻军伤 都是难民很高的 不过KZ这一次是拿到了比较关键的选途选边权啊 对的 首先一定要在爆破最擅长的地图去尝试给秦九一些压力 其实如果你感觉到这一次的这个对决啊 有选手对位的话 我觉得男将和欧林可能就是两边的关键选手了 嗯 首先在选手下方的title标签就非常多 是的 男将个人实力在S6S5当中也得到了证明 狼队呢也一度想要把男将租借过去去打比赛 但后来可惜失败了 而秦九这边呢 欧林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也是用欧登拿到了大师赛 S7S的第一个无杀 这两名的选手对位今天一定会非常精彩 嗯 秦九还是不打算把新地图放出来啊 黑花都市 那这样的话KZ很有可能第一场地图就直接全冰海九镇了 或者说也是 或者说也是托尼斯 但其实托尼斯秦九也能打 好热点 KZ已经搬掉了森林仪器以及山林别墅 那秦九很简单了 最后一张海运小镇直接给到 第一局上来还是要在自己熟悉的地图里掌控节奏比较好 对 最后一张果然是给到了海运小镇 这个就相当于那种送分题了 你小周考试选择题第一道 那个答不对 看住人就得找你了 是的 门口站三天 选择题第一道都能错 而且两支战队从前面的比赛一直都这个BP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秦九今天也就变了一张攻击训练场 嗯 本来在和狼队对决当中呢是绊掉了战火小镇 今天是变成了攻击训练场 来看一下KJ的三千鱼 看我看要怎么个事啊 我来看看怎么回事 先挂五分钟机 睡点的睡 没有带什么违规的东西吧兄弟们 没有 虽然这个时候问你们有点晚了我的问题 带什么违规东西带违规东西直接 等我打着打着一个UAV飞出来的跟打军联赛样 乌龙啊 我包里从来没有 我以为有包里 就是 就刘航水 就刘航水的傻蛋 今天干这样的事情 今天 到时候打个训练赛 UAV 上线了 UAV 一开始侦查了 我看错了 那UA跟小飞机长得好像 真的 你看你还说别人眼睛不好 你也见不 都是换眼 感觉两边都比较放松啊 都是一些闲聊 尤其是琴酒这边 琴酒无人机优秀的使用者 UAV之王 藏 刘航春 今天太阳神和阿斌也一样啊 获得了石明志 打比赛的机会 全部都知道了 观看比赛的观众们都知道了 他们的真名了 很有意思啊 在内部沟通的时候 你会发现 选手们之间还是会叫绰号呀 真名会比较多 嗯 他们关系也特别好嘛 第一张 KZ果然是选择了图尼斯 其实我也能理解 就如果说 你的队友和你也特别熟 然后你在跟他打游戏的时候 然后你一直读他的游戏ID 感觉是不是有点中二 是吧 就比方说我在和你开黑的时候 然后你一直叫我的网名 确实 这感觉有点客套了 特别像小天蛮这种名字 就平时可以喊他小阿蛮 阿蛮 是这样的 对 而第一张地图还是来到了熟悉的 杜尼斯 KZ的开局选到了防守方 欧灵依旧是拿出了自己的招牌欧的 不愧是欧灵啊 防守方的KZ比较稳健啊 221 但是已经全部来往A这边靠了 中路可能要被碰见 慢慢摸 中路这一块的话 本来的动作是有的 酸奶已经察觉到酒窖有人 这一波可能是酒窖要空降下来 看狙击了 烟雾给的稍微慢了一些 欣然空降打掉了鬼鬼 两边完成了第一波的一换一 而在后续的包点当中呢 琴九踩下来之后 就要小心A鞋了 杨尼动作很快 注意到A鞋的动向 是的 现在整个A点的控制权 全部都在琴九这里 现在反而KZ降手 已经人数上就很大劣势了 男将能换一个是一个 把猫旗放倒 现在就要主动找机会了 就男将机会找的不错 但是主要的问题是 一点还是在于酒窖呀 包括股门下方的威胁怎么去处理 杨尼同样的位置 再打第二个 心安主动啦 欧林成功补枪带走了 老妈 你那个抱你抱紫西点 我有在那个 带瓜位那个死角的 带瓜位 来来来来 这把直接夹币夹币 直接夹币我来带 你们带个帮 我给你们就包紧防帽 这把直接要夹币了 第一分拿下来琴九还是很轻松的 对 琴九的指挥 在这方面来看的话 非常的迅速 看指挥能不能拿捏对手了 小天蛮架第一过点 第一枪位给到 但狗都要摸人了 小天蛮 应该是听到脚步要往后撤了 来了 天蛮 就要配合道具的险接了 直接跳下来打欧林 这是完全忽略了太阳神啊 这个打的有点太勇敢了吧 还是比较相信后面的酸奶的 酸奶把欧林放倒 这两局好精彩啊 听我说 而且第二枪 他们那个啥 币当怪一个 他们回房很快的 我们开局直接去币 扔爆弹 然后你们 两个人跟我 两个人跟我 然后你们在A这边防吧 但是还是稍微有点脱节了 在琴九这边的指挥 他又是给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他依旧想要给到一种 阳弓碧点的假象 这一波顶过去 还在门口防啊 这一波指挥完全拿捏到位了 二号鬼鬼只要往外出 就会遭到伏击 同时这边 男将 这个位置很不错 但能不能削到头皮呢 还是反而被羊一给高打低了 是 鬼鬼接住了一个 那一换一的情况下面 要看一下琴九内部指挥 要不要再转了 这一局下去就不可能转了 A点直接往前顶 要小心一下锋利门就可以 琴九的爆破还是稳的呀 每个人的分工都特别明确 打的KZ有一点不知道 摸不到头路了 小天蛮出枪 把中路的人清掉一个 侧身全部让给O0了呀 O0的O的也是顺利的 拿到了双下 漂亮啊 这欧灵 这个角色你会发现 这把可以起双击 酒叫来一大 互相牌 我去我去 我起双击呗 我一会给他压力 欧灵在ST这个赛季啊 他是和自己所说的一样 他越来越开始扮演 周底的这个角色了 这把欧的也就意味着 他会为队伍的后点 起到了很高兴的作用 欧灵几个赛季以来 一直也在尝试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枪械 你可以想想在第一天的比赛 和今天的比赛当中 欧灵的O0在后点 给到队伍的帮助 其实是非常大的 不管是补枪效率 还是他的击杀成功率 都很高 即便是有两个人拉你 他换掉你一个 但欧灵的O0补枪 就是能够拿到双杀 前顶的杨依依也一直在 给予帮助 包括桑也是稳定发挥 所以说显得这支队伍 在爆破模式 主要是无懈可击的 确实 而在黄布下 杨依和太阳神 已经在准备尝试用狙击 去找找机会 来了 就叫狙击抽掉一个 这就是 给到的指挥啊 又有手枪带走的鬼鬼 新旧的双军 在一瞬间 就瓦解了A点的防守 他们每一次的指挥 都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 在这一局开始前 就说双军给压力 小天马的位置也算是锁定了 赶紧摇膛这样过来 杨依直接拜佛 拜佛传掉 同时欧灵也补上枪线 我手撕到了 把把铁带炎了 要不了 我知道了 那我们去抓币 可以可以 让把铁带炎 抓币你们带下包 我给你们就好 如果我们自己杀了人 就把铁带炎了 杨依的指挥在现在来看的话 真的很迅速 就他的反应很快 所以根据他的场上收集到的信息 才是不一样的措施 而KZ今天就感觉有点 有点迟钝了 他的应变能力呢 有点被其就拿捏住了 导致拿分效率上就有点低了 现在才拿到零分 一个隔断炎给到 B点狗洞想往外转 但也要小心一下后顶的狙击压力啊 但是这一次是有调整的友人 友人当老六 是四号位的酸奶再往后绕 四号位的男将 有人在看的呀 太阳神一直盯着这个位置的 这秦九的基本型 他是完全不会出错的 哎 Tavy不会被错过了吧 太阳神应该是有意识到的 好像是没有发现吗 这被酸奶偷到了 这一分很有机会啊 但是秦九也迅速的做出调整了 直接果断往A下包 天板又举掉一个猫旗 看杨一了 杨一这个位置看能接几个 这就是一个非常规位了 但这种非常规位 我觉得最多打一个 一个都没打掉 枪线太多了 AZ已经排出了 这种能源组连接 你过去了 加油加油 打得比较长气势了 主动一点去找人杀 抓人 如果打那个就去杀了他 还A到那个在哪挂的呀 他在后点 感觉KZ已经被动的有点不舒服了 要去主动了 主动找人打 前期KZ的站位都太常规了 都在跟着秦九的节奏在变位 KZ想要寻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两个人双人的潜艇 请就察觉到九角有两个 三号位也补过来 这把Oden架在这 你真的敢出吗 下表九也给到压力 那完了 九角的人被锁死 九角的人只能往外撤了 他出不了了 这样的话很容易 KZ的防守阵型会被逐一击破呀 哦 你不动 那白白咯 我们直接走了 我去B点了 九角的人可能还要被溜 现在B点可以成功下包 四号位猫奇 还溜在鬼鬼这边 哇 太难受了 KZ 他的所有举动都被秦九完全察觉到了 已经玩弄于鼓掌之间了 果然是被逐个击破的情况了 现在想换一个估计都难了 感觉今天秦九的星期收集能力 相较于第一天会更强一些了 加油 加油 酸奶的残局 其实一直都打得很不错 很稳 A大道具很多 是吧 多多多多 我们去酒窍 去酒窍 第二时间防了 然后第二时间飞就好了 去酒窍 第二时间开飞 这一波的话秦九还是要 先抓一下对手的失误 在知道我们拿到分数领先的时候 对手可能会着急 找一些主动性 我们先架一手 就像刚才骨骼和南匠一样 主动露出了破绽 然后被击杀了 来了 这一波 近点双球 哇 这一局马了 但南匠和酸奶 第二枪都没有空 迅速地斩获了对手 一瞬间人数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防守这些也排开了 就刚才欧林和新安的那个站位啊 感觉是有点太重叠了 没错 铺一个防暴 就感觉稍微放心了一点似的 中路全堆在中路 太阳神尝试找机会 一波迂回 鞠掉两个 太阳神发挥了 还得看他 而在此刻 填满在狗洞的架枪 老匠还是鞠掉了一个 其实内游位置可以尝试接两个的 不过现在也还是有机会的 有说法的二大二 这种局被琴九如果盘活了 那KZ就真的难受了 现在压力给到了狗洞的鬼鬼 他第一时间上方 作为一个信息的收集位 压力 没有 直接拿到了两个击杀 南疆和鬼鬼分别拿到一个 没有没有 左右高材 他的击杀注意力分散 三种武器就只要用两种 感觉有一点走神了 明明是有高打击的优势 枪线也能看得到 可能是有点小虚 这鬼鬼这个timing抓得太好了 让第一时间琴九的人有点乱 然后 南疆又在后点打了一波输出 应该是高台的人被南疆打掉了 右高台的人呢 是被鬼鬼给偷掉了 我配合的 这波吃闪 杨颖直接白给掉 还能再提前枪再看一看 酸奶也能抽掉 抽掉了欧灵 再来尝试 而太阳神也是给到了风铃门这一边 往前摸 保镖就在旁边 Vicky已经是拿到了两个击杀了 已经不错 这一局他在风铃门的防守任务 已经是超额完成了 在酒窖 从高打敌 抓住了鬼鬼 再扳回了一个人数啊 但是一打三还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了 最终 在A大的滑铲城市 直接被酸奶一军带走 上半场比分呢 其实对于Kate来讲应该还可以接受的 从0比4打到了3比5 嗯 连锥3分 但是等下换边的话 KZ依然还是会有压力的 琴九的防守也一直做得很好 但是KZ KZ的话 还是昨天说的那样 在进攻也会相对做一点 防守会更加的常规发挥一点 对 就看现在 在两边谁能在这个暂停当中啊 针对下半场的问题 多给到一些方案 啊 准备好 但是第一局 嗯 我猜测KZ这边 他想的就是 刚才我们打的那么被动 我们换到进攻方之后呢 一定要更加主动一些 对 应该是会做出这样的调整了 看能不能提速了 而且换到进攻方之后呢 小天蛮 他依旧是拿着LW3 那之前他在进攻方可能是看到短剑这样的一些强险 第一分啊 并没有这样子 也还是比较慢速的 但是琴九的这个对位很有很有讲究啊 基本上贴在门前了 就直接堵防一波啊 堵在门口 A打就堵住你的进攻路线 现在KZ 他最关键的肯定还是中路这一块 是的 所以中路拍了两个人 但是要 男将搜到了 滑铲出来 哇 现在这波 有点难受了 就本身他是一个打主动 往中路看一眼 但男将小声被pick出来 他又滑回去了 对 导致一波提前枪全部都空掉了 但是鬼鬼在这个位置等到了散 带包在后点 但是琴九已经派两个人去拦截你了 没刀掉 可惜 猫琪还是抓到了鬼鬼 而琴九的守方当中呢 包 现在是稳稳控在手上了 感觉换边之后 KZ果然是要主动了点了 尝试找回节奏了 猫琪只要守住包 就OK 看一下角度的选择 欧琳已经打了一个射 双人的防守 一个双架挑战 你们逼你们拿出信息 就直接回来了 亲爱 不用让我叫了 是的 我想摸出去 我想摸出去 那你跟他说 我们摸出去吧 趋势加分 先给一道颜毛鞋 他有那个包点的雷 的话 如果不够了解琴九的话 没有去透彻的了解 他们的一个防守的路线的话 很有可能就被他们的一个 站位和阵形 打了一个出其不易 对 这一份还挺有意思的 就星安他是待在A点的 刚才说在B点收集信息 不知道内部的这个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好我的心啊 这位看能接几个 哦接了一个半 真的是在B点 二阳一想补防过来 打几个 两个 阳一漂亮 这一波他的补防速度真的及时啊 换掉两个之后狗动的压力 再给到 哦 零这一局连空两枪啊 哇 我再来一个 这阳一怎么 没事杀了一个 没事我补了 嗯 我没想到 我也想到好猛猛 我真没想到 欧林在捡起局 稍微 手感没有那么好了 KJ也抓住了机会啊 连续的追分还不错 现在4比6 其实第一局对KJ来说是最有希望的了 是因为是自己的选途加选边嘛 他们肯定是想要先拿下这一分的 目前在积分榜当中呢 在积久的分数 其实不是特别理想 因为只打了一场 他们现在就有选分 嗯 所以也比较需要这一局的胜利 哦哦 很想穿 但其实是加黑大 这个位置也没办法穿 而同样杨依依又是慢慢的去找这种非常规的位置 杨依在这个赛地当中的爆破 有了很多的改观啊 她变得越来越敢打了 无论是前顶还是牺牲位都打出不少的伤害啊 两个人直接扑出来这个位置拦截住了 杨依作为那个牺牲品 帮助欧林拿到了双杀 这边鬼鬼想跳 但其实这也只是破釜沉舟了呀 人是越来越少 而在男将和酸奶这边先让男将进到酒窖 但男将是没有G的 酸奶在A大也架一手 请就双人组选择放弃这个包 直接开溜 两边双人组的分弓是一样的 一个拿长枪 一个是突击手 但是两边都绕开了 但没有想到KZ是直接在A包点下包了 时辰孩子 这清酒可能会觉得对方会绕 但是没有想到A点直接下包之后 平白无辜浪费了10秒钟 时间上被压缩的有一点极限 有效是肯定要去一个的 A大再看一眼 这个狙击对位啊就很关键了 看他要先打谁 看到酸奶了 太阳神和酸奶 西安吉跳下来 但是忽略了 在黄步下有一个 这 在沟通上或者 第一时间的想法 有点太单一了 他想到了 我把窗口门的拘手给抓掉 我西安吉的空降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但他忽略了黄步下 他始终是有一个保镖的 对他可能还是 也是时间上有点压迫吧 稍微有点紧张了 没有时间再让他们排点 把这样蹲的那个人给排出来了 其实最好的解题方式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欣安直接跳到黄步下 跟男将battle 嗯 嗯 然后TS迈数都没开 三点开始 你听到吗 可以 嗯这样 我们要做一下那个A点的咸饼 就是九教可以抢一抢 不用打得很深 就骚扰给到他压力 然后最后 主要是要做收拢 有四个人就四个人赌房了 打回方打得过的 OK 就不要把人分开 好吧 不把人分开 打也打回方 明白 前期给A OK 这也行 哈子如果要抢准刀 你可以跟猫骑去 然后我一起去在风银这边 可以啊 来回馆 多两个全自动去给压力就好 嗯 你决定吧 如果你要做A的前景的话 就两个全自动去 我写个G 帮王霞得你去吧 Ok A的前景那就是 那我和那谁吧 我猫骑鲜 鲜鱼我们三个人去 然后欧林贯中路 第2时间 第2时间的时候 那个啥 并没有信息 我们就一直堵了 然后我们九教如果拿到信息 没有人 听见有指挥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晰啊 对啊 而且内部沟通挺自信的 可以自身作防 我打反鲜是打得过的 这波罗教练就是一个指责 没事 大胆的顶 个人实力这一块的话 请求是不需谁的 嘴上进一波 有一个 鬼鬼带到了心安 哇 你可以看到 杨一他跑得也太快了 但是他刚刚掉的时候 杨一就已经撤到了风铃门 调整的特别迅速 好吧 也是为了 为这个队伍 做出更多的贡献 杨一这个位置 必须打两个呀 他打一个不够 他打一个只是报球 但是自己要掉 杨一一个人打不掉 被三奶抓到了 你将小天蛮在过点 漂亮 小天蛮 他们这把土壁了 赵儿B这多 对吧 他们发力了呀 有叫紧一个 直接抓把A试试 来嘛 要纪念闪 要纪念闪 带道具 看刷把A效果怎么样 请教目前的节奏呢 也稍微有些乱了 在这局当中看一下 欧林去了一个9% 但他是单人防守的一个状态 被KZ直接突破 主防效果不是很好 而KZ竟然可以在A点直接下包了 杨一的位置也比较关键 抽掉了一个 自己的状态也还不错 但是队友必须得赶紧绕过来了呀 小奶这个位置被丧盯住 可以尝试包围一下 是先抢酒窖 小天蛮也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 杨一补箱补掉 可以 酒窖的狙击终于是来了 用手枪补 最后由星安拿下鬼鬼 果然跟菠萝叫 可以复防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反击 跟他对一波 干啊我吵妈的 对不 我拉下面我拉下面 我来扔闪 你们扔闪 不用不用 给一颗就行 我们来 多一点拉 就三个人 三个够了吗 谢谢 你给A给个一 坏了 挺久的回防 还是做得很好的 想来中路抽 看一下这一次 杨一直接来惩罚对手 你喜欢前顶 那我就用我的措施来争计你 可惜 高点有个酸奶呀 这部太阳神没嫁住 有一点可惜 给闪 黄主队友 但没有想到 欧灵来支援了 太阳神的保镖 从杨一 换成了欧灵 这就是请求位置上的 及时变动 这狙击手旁边呢 你始终要有一个保镖的 嗯 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MT这样子玩的 二分界和Heaven 他们这样的一个配合 现在都慢下来了 但是请求应该也嗅觉到了 特别就在A区不防好了 小心一点 那就是一模一样的剧本了 这颗雷炸了两个大层 如果这两颗雷是同步阵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急火雷 在雷第一时间没有打开 那后续光靠枪的话 对手有位置 凶一点凶一点凶一点 凶一点 不要怎么后面 还就抓不回答 还就抓不回答 抓不回答 直接抓一团 两边都在说啊 要打得凶一些 看来第一场就已经打出脾气来了 是的 只要这一局对于KZ来说也很关键 如果这一局拿到一分的话 会很影响后面的气势 小天蛮没有抽到啊 全部放过去了 那是信息收集到了 都知道A大两边都想搞事 就看狙击手的对位了 而这个手如果说 请求远明学校大胆地开绕一波 效果会不会很好呢 欧林在后点 欧林带走一个 再看一下酒窖 这边能不能交给队友 感觉欧林这边 输出的压力怎么这么大 他看的方向好像有点多 杨姨直接冲出来了 依然想到一个牺牲位 打出了输出 那酸奶也把猫旗给鞠掉 二打三了 就叫着不敢看了呀 第一时间没有敢补枪 那咱叫时间还挺多的 一分钟 按照停久的策略来讲的话 应该是不太会动的 压力给到男将了呀 但是还要去A吗 这太冒险了 四个人同步拉出来 我知道 不用说这些 就是赶一点 怎么打 坐着他打就行了 打得过了 开中 直接来中路拉 直接来中路拉 给他拉了 OK 带到了小菊典 直接来中路拉 两边同时出现 欧林滑出去 狙击有点马 欧林的欧的 这个火力压制给的很到位 赶出吗 赶出就顺瞄你 小天蛮狙击 空枪有点严重 Micky也被带走 要结束了 看来 勤救的头 还是更铁一些 他是CM的招牌铁头啊 而且 对位狙击上 假居的时候 还是算要更稳定一点啊 小天蛮 总是 非常友好的放过他们 是 太友好了 友好到 一枪不开 是的 一枪都没中啊 欧林 反观他的欧登 在此刻 就成为了输出的大杀器 这就私人抱团 今天真的是 第一把就打出脾气来了 很夸张啊 18个 给到了 击杀最少的 幸安 要恭喜清酒 在第一局 9比7 战胜了 KJ 欧林 和桑 还是稳定发挥啊 一个18个人头 一个有15个 无论是前顶 还是 位置上的居神 都是要比KJ 输出高很多的 KJ的话 前期今天的男将 其实 在前点的发挥 也还可以 但是并没有那么高光 那相反 小天蛮的话 还是 手稍微有点抖了 对 就你能感觉到 前板在这个赛季的发挥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稳定啊 毕竟作为 BDM大师赛当中 第二高龄的选手 他还侦战在赛场当中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觉得相较于他的G 他更多的 没有那么多爆发能力吧 但是他时有高光 就时不时的有一下 就一场比赛 有一两个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你看刚才 突尼斯中路 他那两局的发挥 就已经很亮眼了 你后续再有一些马强 就维持了这个状态平衡吧 对的 所以说别的选手的这个图 这个数据 好像是比较平稳的 但是 小天蛮的话 就会有一个峰值和低谷 但其实小天蛮的峰值 无论是峰值还是低谷 其实是比较影响KJ这支队伍的 因为鬼龟大部分情况下 可能会有点隐身 就或者说对这个队伍 做出的贡献是有的 但其实更多的 只靠南战和VP发力的话 其实对于KJ来说 还是不太够的 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局的团队数据情况 最终 琴九是以9比7的比分 战胜了KJ 琴九拿到了60个总击杀 而KJ的话 只有54个 其实KJ这一局 非常可惜 这是最有希望 能从琴九手中 拿下来的一局爆破了 但很可惜 最后没有把握住 来看一下 在KJ这边的选手数据情况 三奶是拿到了 18个击杀KD 1.6 战斗平分 1.49 而在琴九这边的 最高击杀是给到了欧灵 18个击杀KD 1.8 战斗平分 1.50 包括阳一和太阳神 也是稳定发挥 KD和战斗平分都很高 来到了1.3和1.4 整个数据是比较豪华的 MVP毫无疑问 是给到了琴九的欧灵 Drating值1.5 击杀18个击杀 每回合军伤 129.75 已经是第二次MVP了 是的 好的 让我们来赶紧看一下 这条比赛的精彩回方吧 我上九条 我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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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里这里喷着 还有 还在还在 这把可以起双就就酒窖来一大呼香盘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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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双 我一会给他压力 他们不敢动了 币 可以可以 罗币给他一大一样的 罗币你们带下包 我给你们就放包 罗币如果我们这也杀了人就把我带他打 就把那啥打啊 我们第二 我们去酒窖去酒窖 第二天防网 然后第二天飞就好了 那个他们的道具可能两个好报能解决 我们去酒窖接 我们去酒窖接 我们去酒窖接他们 来来来 可以可以可以 我去帮币了 我去帮币了 我回币了他 币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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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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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准备给币包雷了 还没进 币包的 还没进 应该少了 地图进了 不要掉两个 一大一大一大 两个 一大两个 一大两个 主将没有 主将没有 现在 一大两个 去VIP了一个 好的 欢迎回来 那刚才我们也是 看到了勤酒的内部语音沟通 可能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对于点位的研究挺透彻的 你看后续的爆点 欧灵也是给的非常关键 对 而且欧灵这个赛季 加上上个赛季它的定位也是比较好的 就是主要是一个突击步枪手 但是偶尔也能捡起G 就是在如果太阳神倒下的情况下 是可以减行G的 这样的话 KZ的双G就是相比太阳神他们的话 还是压力有点大的 如果说KZ的双G想要发挥效果 那肯定要打得更积极主动一些 你看小天白这个点的话 还是那句话 双刃剑 有的时候有爆发 但如果说发挥不好的话 可能就有点影响队伍的拿分效率 一开始如果KZ在上半场 首方那一块节奏调整的好一些 没有被打懵的话 那其实这一局KZ还是有希望 那很可惜一开始4比0 轻球打得太顺利了 不过换边之后 我觉得KZ也尝试找了不少的状态 但是前期还是有点被 轻球给压制住了 反正的话第一局 确实是他们比较有希望的一局 到后面的话热点就更加没有那么好打了 因为从昨天KZ的打热控的一个状态 还是我觉得相比之下没有爆破好 是 爆破的话可能对于群舅来说 因为第一天他们也有拿分 而热点的话打得也还不错 但是KZ这边热点 他从S5S6开始 就是他的比较一个弱势的效果 就这个模式他们打得太不好了 如果说KZ今天想要得分 必须在第三分的爆破 或者第四分的控制 多努把力 热点的话太难太难 控制的胜率还能看 大概是48 49左右 但是热点的话 主要还是缺少一个去终结比赛的能力 哪怕前期去打出很多的一个伤害 但是总是在终极技能的使用时机上 会略逊色一点 对 他的大杀器的使用效果其实不是很好 你像在昨天的比赛当中KZ的榴弹炮 还是小天板 他榴弹炮好像昨天都没有怎么杀人 好像是零个击杀 就不多 零个可能有点夸张了 但肯定是不多的 就是这种杀器的击杀效率 KZ一定要慢慢的提升上来 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在这里拿到分数 包括其实酸奶的鞋带的技能也是有用的 但是第一时间 其他队友的终极技能开启时间 没办法去给他提供比较好的输出空间 对 那殲灭者 酸奶的殲灭者其实可以打出效果的 但就是协同上面队友的配合差异了一点 他的殲灭者在雪山当中 这种地图还是不太好发挥的 而且如果你想用殲灭者 我觉得最好前点有个榴弹炮或者附和工来点配合 这样的话一前一后 殲灭者的后方的输出肯定会非常爽 就能打出效果来 一波就把对方推平了 是的 所以说每个人其实是有发挥空间的 但是就昨天他们在热控 选择的携带武器上面 就没有像昨天MTG那么合理 所以说配合起来 也并没有说看到太多的效果 来了看一下第二张地图会给到哪一招 琴球果然派出了他们的新人选手 林木 林木很激动啊 要上场了 很开心 一直在后面默默的练习 现在来到了第一局的热点 因为热点其实是很容易上手感的一个模式 小天满 感觉有一点难顶了 要思考一下战术了 以及自己更多的更有可能性的打法 是的 因为上一场图尼斯自己的选途 然后最终还输了 确实很影响心态 尤其是对指挥来说 可能在此刻我会产生一些质疑自我的想法 但是没事 小天满 你作为CDM最有赛场经验的选手 要等一会儿 你是没有问题的 没事可以先放下手机聊聊游戏 一般 现在你就知道我们的世界了知道吧 就是会暂停很久 别忘了一号点其他点我就不多废话了 一号点集合去 你们二楼别直接飞知道吧 如果我在匪家二楼进去了以后又拐 右边那个窗口飞 别直接飞全T 除非典里有我们也才能飞 典里有我们就飞下去打鼓枪 然后要么就这样打 要么就暴弹打是一推 是的 就走随一打冲击力 有喷着的 林木也是喷 猫气也是喷 OK C1 二楼留两个两把长枪吗 啊不对 哪有两把长枪 你跟着C1 只有一把长枪了 那我那我留到二楼这样吗 算了你就你就直接这样把B点 他B这么过人不管他 嗯 B这么过人进来我们那场能管 我们那场都能管 你走C1 我还可以走二楼C AV二楼窗口 右边那个窗口 我知道 右边那个窗口跳下去 好的 听完了两边的对内语音之后 哇 琴九这边感觉状态不错 尤其是你可以听到 他在猫琪和林木的沟通当中非常有趣啊 两个人在讨论 待会看谁喷得多 很开心很自信 反观KZ这边的话 但是也有在认真的去调整战术 那同样是来到了热点战雪山之巅 看一下KZ这一次的携带武器方面 会是否会有些调整 竟然是酸奶的殲灭者 Wiki的利爪 小天蛮依然是战争机器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呀 我记得昨天的男将的等化枪 效果也是打得不错的 但是像鬼龟 小天蛮就有一点点隐身了 嗯 而今天琴九 诗衣等被下下去了 而林木拿起了杨依的等化枪 看看今天他的终极技能效果 用的怎么样啊 是的 你想想 杨依的等化枪 用的稀烂直接被换下去了 接下来上场的就是林木了 要林木等化枪再用的稀烂 就没人换了 哇 来比一下吧 看谁打得更好 好 先来看一下这波前点的争强 林木不错哦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击杀 而在下方欧里 也是在福气这边 看表久击杀得非常舒服 哇 在这个位置 左右红弩 打出了很大的气场啊 小天蛮这个位置还不错 找两个侧身 所以这门这一次 应该从雪道这边上来 拖了两个侧身 眼内给到了KZ 窗口旁 猫旗也直接跳下来 但是被男将接住了 上的位置很关键啊 直接跳下来 把点内的人尝试清一清 但是鬼鬼把这个点位给突破了 后面还能接一个猫旗 林木也拿到了三杀 但是正面战场当中 KZ在疯狂的刷屏啊 第一个点位 KZ也是如愿于长 拿到了26分 应该要突破 30分了 KZ在每个点位的前期 都是气势很凶的 但其实琴九也不怕 琴九追分能力一直都很强 所以KZ要稳住 双人配合 带走了对方 在平台的二楼附近呢 琴九的掌控权还是不错的 再想把一楼塑清干净 两个人抱团来频繁的清理战场 哇 这波欧林补上了 但是损失有点惨重啊 KZ也是拿到了点位 这个点位 应该能撑一段时间的 Wiki和男将纷纷发力 但是旁边被突破进去了 Wiki赶紧再打进来 但是旁边的枪线很多呀 能接几个呢 竟然接了两个 旁边还有酸奶的补枪 对 酸奶在后方的油桶位呀 前点有Wiki作为一个吸引 但这一次太阳神从后方杀入 Wiki和酸奶全部被带走 正面的压力有谁能释缓一下吗 Wiki在外围打了一波 再往前内走 还是做拦截 Wiki选择做拦截 Wiki拿到三杀 猫琪 而且刚才看到好像是弓吗 不是弓 是猫琪的262 Wiki也主动开技能 对手也开启了等化枪 完了 这边南疆的等化枪 一个击杀也没有拿到 直接被欧灵带走 但是太阳神这边射攻了呀 但是打出没有打出太多的效果 KZ小天蛮全部穿掉了 对 天蛮的榴弹炮 今天他终于醒了 一颗手雷加几发榴弹炮 直接斩获了三杀 KZ也顺势拿到了 这个点位的优势复活点 KZ今天的雪山之巅 和昨天来看 是完全不一样了 不论是点内的拼枪 还是点外的拦截 今天的KZ 第一局的热点 显然今天是进步很大的 是 你可以完全感受到 KZ在复活点当中的掌控 包括在点位当中的韧性 都做得极佳 然是晴朽 想进点 现在都有点困难了 但是还得看欧灵呀 欧灵在外围穿了三个 要用榴弹吗 还是下个点位做部署 鬼鬼守住了尾分 KZ在这个点位当中突破了100分大关 看琴九的选择了 雷大战也是琴九的一个招牌点位啊 这位置 还能不能追回来很多分数啊 欧灵直接开榴弹 对着外围轰 不让进点 不给一丁点进点的机会啊 完全不给 而现在 其实你可以发现欧灵 又呆在熟悉的假三位 后三位 心安进点开进化者 利用叉车作为掩体 少了好几个 欧灵的击杀 连扣堆地都已经有了 小天蛮卡着叉车啊 那就没办法了 叉车一眼起 南匠从正面杀入 点内没人啊 太不要去换蛋再杀过来 小天蛮掉了 哇 貓琪进点的三杀太关键了 是的 而且这个复合点 对于琴九来说 也是比较有利的 酸奶的位置也比较关键 很轻入外围的人 貓琪在点内 看能顶住多久 侧身上比如Vicky Vicky穿了两个 是的 他这个点位 是勤久的 但是PZM一常是贴一波 欧灵但是欧灵又要出手了 尾芬再次被欧灵守住 欧灵再次拿到了一波双杀 三杀到手 小飞机马上又要有了 但自己的状态 欧灵的战装 真的很有说法呀 大哥往这一站 谁也进不来 对 也是招牌的指甲哥了 但点内当中的压力呢 还是有点大 今天KZ整体的拼枪效率太高了 南将等化枪又再次开启 KZ是一分都不想让啊 怕再战神位 再投欧灵侧身 今天的KZ怎么回事 正面拼枪 战无不胜啊 不管是南将 还是想先满 或者说Vicky 三个的状态都出奇的好 全员发力了 林沐这个位置一直在迂回 打了很高的伤害 也是会点内征止了很长的时间 现在该接 由小天蛮接盘了 来了小天蛮 这个时候榴弹炮也刷新好了 按照目前的节奏来说 天蛮可能会在第二个点位 也就是在边缘平台当中开启榴弹炮 更稳一点可以在缘车站 拼救的压力 今天看起来是有点大的 小天蛮小飞机也已经就绪 太阳神直接开工 炸第一波 复活点是谁的 这波 可以说KZ在内部的优势是挺大的 果然从内部直接杀进来了 这波力爪效果不是很好 感觉KZ的整体节奏是要优于琴酒的 是的 所以说参加点位还是琴酒带踩分 但是马上就要拖手让出去了 还是要看欧里 还是要看欧里 能不能杀出来 但是被拦截了 点内猫奇补防过来 林沐小进点 但是直接被小天蛮一颗手雷炸掉了 KZ的韧性真的太坚强了 他一直在往前面走 甚至酸奶还想提前去采复活点 不过欧里在这 只要欧里在 那下个点位的复活点就有希望 欧里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屁股 来了很多人 小天蛮 没有偷成功 但三奶补枪了欧里 双杀到手 点位当中也给到了林沐 但目前琴酒的体系当中很好奇 站点位是哪一位选手 因为看到林沐的站点时长也不是特别多 星安这种选手应该会往点内钻的 太阳神应该也会走 星安果然是来到了点内 进化者在点内来进行防守 两边都没有太大的压力 不过复活点这边KZ是有人的 欧里要逐个击破 VK在正面是帮不了忙的 欧里想偷掉他 还是被小天蛮偷掉了 但是这个位置已经占了够久了 KZ是要把这个位置偷掉呢 还是读说尝试出进来 但是有一点点断层了 还是要看男将吗 有点尾峰啊 KZ这边是不想让的 反而全部都送给了星安击杀 空队进来看一下对方的分布 这边是选择炸雪道帮队友 但好像是没有炸掉人啊 没有炸掉人 还是看下一个点位吧 已经提前部署好了 其实就也已经 他从侧面攻 带头的依然是欧里 欧里能做到吗 配合队友 这一侧 其实这个方向进攻路线 是有点艰难的 欧里只换掉了一个 等花强再一开 哦 新 这边是太阳神 用短剑带走了等花强 那还可以 榴弹炮再往点内去轰 琴球在点内活下来了 确实扑了多少个防暴 咱能守住这一波榴弹炮啊 是的 因为这个点位已经 离250分很近了 所以这个点很关键 绝对不能让出去 那同时KZ也是这么想的 酸奶在外围 清一下点内的人 蓝将和Vicky纷纷发力 那依然要看丧了 太阳神直接开弓 想要点内呼 但是被钻大 也得终结了 Vicky有技能的 这一波小技能开起来 但是时间一过 猫奇和太阳神一起配合 带走了Vicky 这球就很难了 感觉 琴球的势头要比KZ要强很多了 再加上选弱的状态 猫奇和欧灵都已经起来了 手感已经开始回温了 目前看虽然是奇苦相当 但其实是琴球一直在追分 都没有停下来过 他阻拦了KZ的分数获取 自己的分数 深深往上涨 甚至KZ 现在要被琴球反超了 186分了 要反超了 琴球 在落后了接近100分的情况下面 琴球完成了分数的反超 而KZ他也很着急 再想办法 一幕再杀下来 点内 星人突破手 和老将一波比拼 Vicky最终斩获了人头 心安 心安也杀疯了 跳下来 但是点内的男将 也是不虚的 还是得靠男将呀 必须把分 去保证一个领先的分数 不然的话 可能还是没办法终结比赛呀 对的 可以看到 琴球这一边 整体的击杀 已经是慢慢形成一个小断档了 欧灵和李莫的差距就有点大了 你看星人在这种高强度的压力下面 还是有点顶不住 别说李莫顶不住了 又琴球其他人都有点顶不住 今天的KZ实在是太猛了 真的很猛 特别是男将 包括小天蛮也一直在发力 但看一下猫琪的这个利爪 能打出多少效果 哇 鬼鬼这颗雷 太致命了 炸掉了猫琪的利爪 但玉子东是星安 还是有一个进化者的 酸奶也开了自己的歼灭者 正面 in battle 星安大赢了 不过男将这边 还是被星安烧掉了 我一个技能换你两个技能 血转呀 欧灵再开一波榴弹 琴球的技能全部all in了 必须all in 所有人全清掉 这个点位不能让 还有二十多秒 可以拉开 最后为自己胜利 练进基础的 欧灵依然活在点内 还在清人 这一次很有希望 男将突破过来 但是这个分数 已经反超过来了KZ 对 琳球这个技能啊 一定要稳住 他现在不能用 他这把等花枪 必须要留一个杀器 到下一个点位 烂车战 看一下复活点第一波 有谁踩住 琴球幸运地刷在了这一边 赶紧往后面 控制使 往后走 这波小天马杀进去了 他是有榴弹的 曾经榴弹备受够命 但今天 他还是没有用出来 等花枪和附和弓弓同时开 还剩下15秒钟 KZ能不能开启技能 KZ必须要开技能了呀 但是林木也开启等花枪 在进行外围的人 全清掉了 那KZ想开已经很难了 没有更合适的时机了 而且这边 小天马 好像还是开出了榴弹炮 炸掉了星安 小天马没有掉 点内被红干了 但太阳神杀了进来 带走了小天马 最关键的一波 酸奶带走了太阳神 不过点内没有被清掉呀 恭喜琴球 250分比219 最终拿下了雪山的翻盘胜利 KZ在最后的这个最后一个节点 还是有点可惜呀 虽然说两边的终极技能都赚好了 但是琴球就更加的自卸 知道会拿下这个点的分数 所有的技能 包括斗花枪都开得很好 完全没有给KZ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去开启技能的合适时机 所以就只能像热锅上的蚂蚁只能硬开了 但是当然一想就知道就没办法会有好的效果了 对 其实你能感觉到KZ他这场是有很大机会能赢的 他是有希望的 而且他整体的爆发能力相比到昨天打MTG 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 雪山的春子 鬼鬼 包括像前点的三杆短枪 小连蛮 Vicky 男将 他爆发力也打出来了 但很可惜 在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 猫奇 星安 欧灵 三个人的关键击杀太多了 他的关键击杀帮助队伍是拿到了这些分属 对 确实是有两个大哥有点难突破了 但其实今天的KZ也是全员发力了 包括一直隐身的鬼鬼 也在尝试打更多的输出 小天蛮也一直在发力 真的前期打得很凶了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小天蛮 上来击杀数已经冲到了30多了 那男将也一如既往的 应该已经突破50了 今天对于小天蛮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的最大亮点就是 榴弹炮用的比昨天要好多了 好太多了 是 来看一下这一局比赛的团队数据情况 其实总击杀真的也没有差太多 还是总助攻的天秤偏向于KZ 我发现KZ的每一场比赛助攻量都非常高 他的助攻就是得益于他的道具使用 KZ是所有大赛赛队伍当中 道具使用率最多的队伍 超过数据 来看一下在勤九这边 250比219 203个低杀 78个助攻 数据上来讲的话 这差距真的很小了 包括热点占领时间也是勤九要更高的 都是后面抢过来的战力时间 其实刚开始KZ一直都至少前两个点 80%的时间都是KZ在站住的 对 但是勤九调整的真的很迅速啊 看一下个人数据情况 全 对 左边勤九全员发力 其实KZ也算是全员发力了 两边的战斗评分都很高 至少今天这场比赛 两边都没有战换 很少 就发挥不佳的选手呢 基本上没有 最终MVP给到了勤九欧零 1.61的战斗评分 53个击杀 5279的总伤害量 最高拿到了六连杀 目前也是拿到了这个赛季的第三次MVP了 还得是欧零啊 才打了几局比赛 就已经揽破了三次MVP了 是 就他的竞技状态 在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是勤九当中保持最好 而且 不管是六点当中 还是爆破当中 他击杀效率都很高 还研发了这一把Oden 很稳定 也算是这两个赛季 新赛季的招牌了 招牌枪性 是 回头可以脱一脱他的配件 但是感觉在路人局当中 打Rank 用这把Oden 说实话 我会觉得有点错了 是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 其他人可能不占点 但是在这种情况 就比较适应了 这样 拿这样武器的欧零 在这样的位置上面 其实其他队伍反而 也有点难破解 是 欧零在今天也是两场胜利 拿到了两个MVP 在第一天的比赛当中 和狼队对决也是拿到了一个 目前也是 勤九的三场比赛 他包揽了所有的MVP 嗯 没错 一共才三场 就拿了三场MVP了 但其实 这两局 一局爆破 一局热点 勤九拿下来的 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虽然看起来 比分一直在两边很接近 你追我赶的 但其实 勤九还是拿得比较轻松的 反而KZ压力有点大 但我们也看到了 KZ很大的进步了 相对于昨天和前天来说 进步是蛮大的 对 你KZ他就是 昨天不说了嘛 就他属于是那种 进步曲线 一直稳步提升的队伍 他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低 但是他会慢慢慢慢 慢慢的往上提升 然后提升到 季后赛水平的队伍 好了 这场比赛也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来赶紧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精彩回放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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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行天就有点 赶紧死了 他们看线 来了 来了 炉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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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儿 拉我了 C 他弄死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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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dyssean,收點,收點,收點, diviju 我看綠阪樓了 - Gleichá, bolts I found a bullet at the start again,っs, boom. - 先駐路,先駐路,先駐路,ometer scale跑了一個 A 到 A 到 B, last year, stand by a distance. - 這個 caval Buddy,頂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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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in The boss took the lock, the intake part back, - 局方没有,注意中 - 中五,一撕中一撕,弄,撞進, catalog I found a gun, we found a gun, - 中路上有, headed, door because of G- - 我沒話了, 有 Él Girls ran a stand for, I Ortese, compan. 好的 欢迎回来 刚才也是听到了 勤九的对内语音 我们感受到了勤九 目前也是处于一个 非常昂扬的一个状态 又完成了一个小翻盘 KZ一开始是势头非常勇 分岔拉得很大 没想到勤九最终完成了翻盘 那肯定是非常开心 是的 但其实勤九 我觉得他们在当时打比赛的时候 对于翻盘的把握还是有的 勤九一直会在追分和翻盘上面 不会出我们意料的 一定是会追上去的 他的想法包括在队员的意志都很统一 就是觉得我能打好像是能翻的 然后在自己的技能杀器使用下 我有一波小配合 那分数就立马又涨到了 其实最关键的应该就是在 欧灵那一波开榴弹 往后山走 然后整个团队就开启了追分这里 再到服务器 再到边缘平台 都是勤九在找的 但其实KZ这边的话 上局的热点 终极武器上面的话 除了小天蛮的战则机器用的 比之前要好了 但依然还是只有男将 一个人的等化枪在发力 那还是不够的 他的技能点一定要多点一点 就是往其他选手方向也点一点 就只给小天 小天蛮索利我们已经提醒过了 小天蛮今天发挥好了 但其他选手也要减少一下自己的白给率 白给率太高 你就相当于 我感觉一个技能没有用 你起码少十分吧 对吧 二十五分之一 其实已经很多了 Wiki和鬼鬼 还是稍微有一点隐身了 就是终极技能的配合上面 就没有看到他们 去打出更多的帮助 酸奶也是这次开了两次的 这个见面者也是白给的情况 来 请久杨依上场 把我们的新人换下了 林牧上一局也是 发挥是正常发挥吧 因为全员琴九是都发力了 是的 因为林牧的前期发挥是不错的 然后KZ一发力 他们好像就有点扛不住了 就导致林牧的击杀又落后下来了 是的 那来到这一局的爆破 KZ还是最后的希望 真的是在这局爆破了 比如说 滨海九阵 直接走起来 感觉差不多了 滨海应该得出了 滨海得出了 滨海防守方 直接走一波 再来看一下 其中的赛前云 滨海防守方 不许切了 吵死了 哎这把我听跟你们说 这把我们打松一点 就开一点 不要就那种 我发了 你发生了事 我 这被杀了 哎 你可以读风格言 你多带在节奏啊 怕 你多带在进攻方面的节奏啊 你不要让我们转来转去啊 就是那种团战的时候知道吧 嗯 开一点 你以前这方面挺挺喜欢这样的知道吧 现在就杀完了 不管了不管了 第一把长毛也大 能及接上 我我切我切短 我切短 我跟你 我踩红房 你看你的吧 给他做了 你你你你你做啥啊 我我这把不带进去 你自己带进去 跟你上 你先拉出去吧 枪就拉开 然后后面我跟着补 先 我要走斜坡 我先去 哦 听到了几个关键点 红房斜坡 那会是哪里 KZ也开始在做战术调整了 小天蛮直接切短 切短 去当二号位了 对的 给到了 短剑 我觉得小天蛮这把应该会拿到一个MVP 因为尚宇觉得这点 其实小天蛮的短剑手感很不错 可能是这一局会拿短剑要更加自信一点 毕竟也是自己的选途选边权 是的 而且小天蛮也是做出了自己位置上的一些微调 改到了冲锋枪手 不再玩LW3了 因为左边其实大部分也是上一个人在价居的 所以说如果双居的效果没有那么好的话呢 其中一个人的位置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那就是小天蛮做出调整 现在我看到KZ刚才的沟通 我就会觉得 哎 红防是哪里 斜坡是哪里 红防难道就他们的爆点好像和我们有点不太一样 称为实用的不太一样 是不是 不想让对手研究自己 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话术 哦 三号位欧灵 加在家底 哦 包起 这一波硬干拉 直接干拉带走了对方 比给小自保封烟 但很可惜晚了一点点 着陆小天蛮 是短剑直接往前摸了 为一个烟掩护一下 自信 但是刚好这个排名点 请求是直接绕过去了 绕到了B点了 男将发挥依然很稳定 反应很快啊 是的 但是只要两个人的话 想二打三 并且对方已经在B点 下好包 架住了 是有点难的 小天蛮上来突破一个 有机会了 小天蛮拿到那个击杀之后 两边同步 欧灵在包点后 他只有手枪的 但是 手枪打赢了小天蛮啊 很自信要划船出来 现在就看太阳神 男将啊 男将真的很稳呀 他没给到太阳神 撑枪的机会 是 发挥极其 难将 你们老师告诉我 什么技巧都没有了 二暴毕 我看 你老啊 直接被偷了 可以再来一把 再来一把 你们出去 拿信息啊 带信面是吧 别死啊 直接戴好面具 生存训练套在脸上 这波爆弹 给到近点 响应抢 出来了 这波烟雾 K的视野 一片 全部都看不清啊 有点难接住了 看酸奶能接几个吧 这枪空掉了 那这样的话 现在就不会给机会了呀 所以的Viki 找背身找背身 他们错过了 只能穿一个 其实已经打了一个半了 他这个人回的很快 中路没有中路没有 不知道 他这个人回的很快 我想试一下 没事没事 无所谓 中路一个人都没有的 开局来中路来找他 找中路来对局 中路来对局 中路来对局 进攻的节奏 请就其实也一直在尝试变化 中路小天门 是把太阳神给对位掉了 那有说法 中路洋夜发力 小曼侠来了 双方前期互换了一个击杀之后 说现在请就 他就是采取一个强攻的策略 在开局前 欧灵就已经部署了这样的战术 横拉出来 在酒教内部的人是帮不了忙的 南将一个小同步 只能依靠枪法了 南将他做到了 不愧是小安仔啊 酸奶反应好快 露了一个合身的心 安立马被pk到了 好神秘啊 他一直趴着心安摸 好神秘啊 二位我我进码发台啊 我第三个位置了 好神秘啊 刚刚那一波 确实酸奶 其实一直盯着心安呢 他这一波依然是采取 14强攻 还是这次攻A了 看看这一次 kz酸奶的狙击枪 能不能再有不错的发挥 预秒点稍微高了一点 没有扎住丧的头皮 对 但是还可以再等一下 别说这别说路啊 哎呀 小天蛮 第一次错过了 后面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真的自己可能还要掉 后领带走了小天蛮 但kz其他队员 效果真的很好 只剩太阳神了 在防守方这一次 可以在面对琴九的强攻 每一波都接住了 永远都有男将 开局和兜底 这名选手真的承受的太多 男将现在只有一个反应 你们别送 我能带你们赢 你不死 我不动 你不死 我不动 你不死 我不动 你得高赏 只要瓦解他们的战斗 卖着我打的都一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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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kz现在打出自信来了 和刚开局的沟通状态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气势大涨 毕竟还是来到自己的主场 那琴九的进攻 思路依然没太大的变化 因为这一张地图 昨天KZ可是打来M7G一个 9比1啊 酸奶第一局 这一幕好像见过 但这一次酸奶有保镖 男将赶过来支援 这边再往外走 男将这个保镖真的很可靠 甚至旁边还有VP 男将又发力 天呐 男将这一次 在整个地下室 完全无限了 是的 秦九都傻了 怎么哪里都有男将啊 啥时候突击四点的机会 这次的前点确实是拼不过了 但是秦九依然选择 四个人前顶吗 中路还是交给太阳神 还是想打 还是想主动 这次反B点进攻方这一侧 回归的喷嚏能穿三个吗 但是猫起一个滑铲 没给他穿三的机会 已经赢了 其实这一分 在鬼鬼B点打两个的时候 整个秦九内部就已经 没用 就鬼鬼打两个 秦九内部就已经被瓦解掉了 在侧翼当中 你可以看到 KZA的防守队员 补防过来是很快的 我在从981夹击 那秦九真的好难打 秦九可以讲究运营一下了 要慢下来一点了 强弓有点没办法虐KZ 不能像之前那么打了 KZ实在是太擅长这张地图的防守方了 是 强弓已经是毫无收获了 所以说秦九必须要尝试打默润了 你看鬼鬼现在都玩起来了 换了把周掌 M1887都来了 上一把的喷子也效果不错 手感到位了 同时起身 鬼鬼摸一下 但是猫琪也知道自己应该被察觉到了 秦九的招牌体系来了 A小直接一拘带走酸奶 A点是目前放空的一个状态 中路丝毫为猫琪来做一波小拦截 自由人的位置是很关键的 两个人在A小会合 欧琳已经开始下包了 是在楼上的 在地下室是没有人的 但是自己出来的时候也要小心路头 是有人架的 小天马 小天马 A小打开了一个缺口 难道要再接到杨一吗 杨一守住了A小 那这边的防守力量也没有太多 难道被杨一成功补枪 还剩最后一个Vicky 就在命房房 给到压力就行 不要让他出来拆包 欣安带走了对方 其实这一句小天马 应该也没想到 有两个人 是 串串相串在一起了 他知道自己会很快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 这一句 其实多多少少带点运气成分 两个人同步走位走到了一起 是的 清酒这边申请了战术暂停 追了一分之后 确实是慢下来会效果更好一点 集中开始可以说话了 不要减速出点的时候 不要减速 还那么仔细 没必要的 OK 我们就 我们就再加吧 再加吧 好吧 OK 嗯 好的 不要减速 他就行了 直接夹 OK 黄淳 你逛短枪 没有中国人 咽咽 直接突进去 我跟脸 嗯 喷 喷 那个一后位 那个出早的 你那一波 嗯 这个你自己 那个正常来说 应该是他们那边先动 是吧 是的 对啊 我们控制好 先后顺序 但有同步就好了 是的 呃 哎呦 你喷很辣 是吗 刚才你好 OK 你这个防暴出来 其实琴九的同步 一直都做的 是国附赛区里 做的很好的一支队伍 是 比较是他们本身的经验 就很丰富了 琴九这一波 想要加逼 没有减速 Vicky 看一下能不能接住 这一波是鬼鬼配合Vicky 两波的双人防守啊 这个背水漂亮 完了 琴九要凿中了 结束了应该 很难很难 这波补防赶过来 三个人夹住 内部酒窍两个 应该是轻轻松松的 就看这颗雷了 但是这是欧灵呀 也是有可能有奇迹的 二打二的残局 带一个包欧灵 果然出枪了 那只剩下酸奶 可以安心下个包了 旁边 是后面有人兜底的 欧灵后面是有队友的 直接前提就可以了 现在只剩一感决 欧灵 欧灵 拿到了关键的三杀 帮助队伍 在上半场的最后一分 拿下了胜利 暂停了 这个时候KD需要冷静一下了 其实最后时刻 男将 他有点急了 他不该直接干拉出去 对 而且他状态也不是满的 直接干拉 这个酸奶在后面 两个人的鞋同做得不是特别好 这个保镖没有当到位 自己先倒下了 而在这个暂停当中呢 其实对于勤酒来说 他也需要研究一下 我们外面这个防守方 该怎么应对KD的进攻 但是KD的进攻 可以期待一下的 勤酒的防守也一直做得比较好 就不要出现在5比3的情况下 KD如果一开始掌握了节奏 跟上半场一样 那勤酒这一局可能就有点难了 因为勤酒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不怕压力的队伍 哪怕跟昨天一样 是已经来到了7比1的情况 但是勤酒也是完全是有翻盘的自信在 所以说这个5比3说领先 也不算领先特别多 很有可能两群就被追上来了 所以说KD也是有压力的 小天门必须发力了 以后引把子弹给鞠掉 天门 哇 这颗雷炸得比肯一滴血啊 配合烟雷直接先溜进去 这一局直接想速逼了 而勤酒这边采取了一个放逼的状态 没有鞠啊 只能看有没有人能摸进点位当中了 酸奶又鞠掉一颗 但是这个位置也被打出来了 KD现在一字排开 这颗雷 漂亮 鬼鬼 一颗跳跃雷直接带走了猫奇 对于对手的位置预判做得很精准 杨姨也被炸残了 欧灵也找到合适的位置出来了 只能靠杨姨 杨姨来卖 但是也没有办法 欧灵只能换一个 可以 在今天 反应快一点 打人数优势 我们不差的好吧 补枪 跟上去补哦 是的 是的 补好枪就行 然后中路 继续吗 他直接过来跟我拉枪了 你要关系 哇 今天两边真的都很有火药味啊 根本听不出太多运营啊 就是 我够自信 我可以再打勤九就是没有问题 是的 我们强法一点也不比对面差 而且今天你看到 勤九其他选手的一个状态 其实一般般的 太阳神啊 星安 猫奇 杨姨 二 三 四 五 星安 刚打掉一个 现在是四个 就欧灵一个人 接下十二个 大家比较放松一点吧 反倒是KZ是全员都在努力了 欧灵又拔掉一个 配合队友猫奇 往面包房里去转 转进去 带走Wiki 漂亮 最终真是小问题 小瑕疵好吧 大方向没有错 是的 这个我们不控一大不行 就是 如果 这种再上A小的话 我会被闪的 嗯 我就把防暴给到你 中央夹币小 夹币小来 中央 我直接疯了 对你先一样你直接先 我来 夹币小 直接夹币小来 你们B 你 轻航选择夹币小 而在KZ这一侧呢 他觉得自己 刚才的角色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有一点小瑕疵 看这一次能不能挽回瑕疵 鬼哥太不要就守住一个 哇猫奇 又是雷 这一次过 哇太阳神 哇穿三个 无言体 狙掉了三个 KZ 军心大乱啊 太阳神太自信了呀 只剩下男将了 但是男将 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不被包夹 以他的枪法和反应 逐个击破 也不是没可能 但是这一次 刚拉出来 还是有点大大了 对 刘航晨太阳神也对于自己的操作 表示出了赞叹 什么情况 泳池没有任何的掩体 自己居然拘掉了三个 试一拘到底是谁的名号 不愧是太阳神啊 是在叫我吗 试一拘 好 这一次 VT 再度的潜艇 但是看到了欧灵这个 欧灯啊 偷皮发麻 一瞬间人数互换 二打二 双方的老大哥都发力了 欧灵这个兜底的角色 确实做得太好 每当队伍陷入到 一种必输的境地的时候 他总是能够扳回这些损失 然后给到队友打残局的机枪 然后这一局莫名其妙又拖到了二打二 欧灵又拿到了一个击杀 虽然难道也要一穿二吗 今天看到一个 欧灵再度拔掉 请求扳平了比分啊 二一二 你们两个人去空一大就够了 不是 上你去中路吧 中路有烟吗 有烟的话我来 我来 上你跟他去空一大 我们二交二 A大两个人困得住 你们俩空一大 他们不讲一大 对 两个人空一大 然后A小放给他 A小放给他 我们接着中路 OK可以 A大回头看一下 别让他从大地下来就好了 其实这两支队伍 在这一局的打法还是比较像的 都是有男将和欧灵两边 一人一个兜底的很强力的人 但是杨依 这个位置放跑了 小天板终于发力了 但是两个背身欧灵会放过去吗 不会 而且心安也并不同意 小天板和别给杜掉了 中路的一波强攻没有起到效果 猫起在B点的防守也速到位了 看到鬼鬼滑进去了 只要找到最后一个人的位置 基本上就能点清了 加一下正门 酸奶被打掉 鬼鬼也被收掉 请就在换边之后 98能给我来人吗 一帆风顺 我们跟你 你要怎么做这一把 就双架 中午咱俩双架 就是这样 我队上 我在98里就好了 但是防暴给不了你 不用给 不用给 直接反超了 KZ必须要做出调整了 来到进攻方 确实是进攻思路有点乱了 现在 6比7了 KZ现在有点没节奏了 这击杀也慢慢要被追回来了 难道欧灵的第四次MVP 要向他招手了吗 男将往前摸 往A点的路上摸 小心点自己是不能倒的 看能不能摸到什么信息 小天蛮这一次 是来到了前面冲到一个牺牲位了 因为男将必须要东抵的 果然是出来牺牲 男将过来接住 是 男将只要这一波他能顶住 而且地下室这边游一游 是有希望的 正面 男将还掏起了把鸡 先捡起小天蛮的狙击 A大再看一眼 转头 中路这边是有5号位 酸奶一直在架的 过点应该是很安全的 是的 很安全的 所以说可以往B转 尝试下包了 但是中路的人不能掉 小心一点 兜底哥又来了 欧林又慢慢潜伏到了B点旁边 这波的第一枪位将会给到欧林巨大的压力 第一波能秒跳吗 这波 Vicky跳起来 欧林直接一枪头带走了 欧林带着守住了两个 这一分有吗 男将一滴血 太阳神只要一枪就可以解决战斗 没有雷 看一下 小过点 他并没有选择轻举妄动 男将是一把短剑的 太阳神 他没有办法开到对方很好的一个位置 必须靠男将了 真的要靠男将了 刚刚这个位置是全员都是给男将在铺路 太阳神有副枪吗 只有一把手枪 慢慢摸 男将的同步 被神被神 被神摸到了 果然是这样 男将他在看哪 他直接错过了 他直接拿个拳套 他拿个拳套这样这样这样 我都不知道要干啥 他们A大将进步摸的 拿个Gi单牌 如果他们想完A大将 我们A小走 A小然后中路直接拖 把中路给它清了 不往B小去 把中路给它塑形 好奇 其实刚刚这一波 KZ为了送男将进点 真的付出了太多的牺牲了 是 主要欧林确实够准 这一次小天盘直接起居 针对掉了欧林 这一局不能 不能再丢了 再丢就结束比赛了呀 KZ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小天盘这个时候 他站出来了 又举到了 站出来了 他做到了 酸奶又举一个 哇 KZ 多位大徒 联方上演狙击枪的盛宴 所有人开始点名了 哇 干净利落的一局 加油加油 这局 加油 加油 太夸张了 只能说 KZ这边美名选手 多对待待杀了对面一个人 他们现在空回晓了 是的 直到最后关键时刻 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一个爆发的潜力在哪儿 Grenade 看能不能坚持到加10吧 看一下A大 常规的信息收集 这波琴九依旧采取212的阵型 A小也放给了对面 Vicky 单人在A小这边收集 冰淇淋电是钻进去了心安 但心安刚才受到了伤害啊 感觉应该是猜到了心安在这儿 应该是明白有人的 A 这个他还没错过去了 刚好收紧 杨仪直接滑过去 完全不着急啊 但欧灵这个位置一定要小心啊 果然 形成了中路的双架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看到了 那是没有出枪啊 Vicky也在A小又遭受到了压力 在知道你长期A打没有动作之后呢 情绪也意识到了你在A小 既然防守的时间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那我就可以来到A小给你压力了呀 中路的双架也依旧在 再给道具拖延时间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KZ必须赶紧有动作了呀 不能再被耗下去了 还剩三十秒钟 KZ终于要动了 往B点小五天要开起来了 一波包弹往里走 再三后为欧灵载酒吧的 欧灵载的 南将这个位置很关键 看新安他刚应该是看到新安了 但是还是亲手这边的猫旗 进不来了 进不来了 火力已经压制住了 KZ要把自己满死了 手上有王炸 但他出不了 小南将也离得好远呀 而且也被兜底 在后面等着的太阳神给拘掉 那这样的话可以再来不及了 鬼鬼赶紧下了 吓得了吗 吓得了吗 最后的一秒钟 王炸还是出出来了 小天蛮还在小天蛮 但是猫旗没给机会 还是被逐个击破了 只剩下酸奶 一打三还是有点难的 没事 酸奶还在 奇迹还有 一局 命中一个 第二局又没有 差一点点 太阳神已经在拆包了 这周 恭喜勤酒 3比0 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 还得是勤酒呀 虽然说 这个比分 也算是在 大家的意料之中 3比0 但其实 说实话 这三局 总感觉KZ 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 只能说 差一点点 但确实是 KZ一直以来 没有解决的问题 终结比赛的能力 在最后时刻 总是显得有点那么差了 这方面 我不知道该从 然后那去调整 我觉得孟哥还是一个 很定性 就是个人选手的发挥的问题 其实他们的配合 和一些战术 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是很不错的 经常会给我们惊喜 包括会给到 对面的队伍一些 小小的压力 但是可惜就是没有维持到最后 感觉KZ的基本功 包括底蕴都是有的 但是呢 在具体交战情况下面 他们总是会被场上 复杂的形式干扰到 然后在最后时刻呢 因为压力过大 导致没有办法终结比赛 KZ在阶段E 我觉得他需要培养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慢慢的要把 自己终结的比赛的能力提升起来 加上热点的杀气效率 也提升起来 那KZ我觉得之后再和金姐交手 是有希望能够拿分 或者说取得胜利的 包括对到其他的队伍的时候 只要能秉持自己的这些打法 然后把短板给补齐 其实他的在我们赛区的排名 会一定会上升很多的 是 相信KZ吧 他们在这一套阵容 磨练了这么多年的情况下面 应该是有三年的默契了 我觉得打到现在非常不容易 也更期待他们在这个赛季 能够有闯进季会赛的机会 当然前提是 必须要解决刚才我们说到的两个问题 是的 但还是要恭喜琴九这边 现在目前应该是一个全胜的状态了 VP肯定也是给到欧林来到第四个了 先看一下上一局的团队数据情况 KZ比琴九 总击杀59比56 助攻19比30 KD1.1比0.9 其实由此看出 KZ在这一局真的是打得很凶了 包括前两局 也是启示的那一方 但可惜还是差了一点点 就差一点啊 就是没有维持下去 主要他面对的也是琴九呀 说实话 如果今天这三局的状态 KZ是拿到了昨天 那么昨天很有可能是胜利的 因为他这次对阵的是琴九啊 琴九就是完全不怕压力 就永远是一个可以低分反超的 一个奇迹的队伍 所以说KZ 这次的攻势 确实很难要去维持下去的 但是好消息是一次比一次进步嘛 无论是小天蛮还是整体队伍的一个启示 至少坚持的时间都比昨天要长很多 而且来到自己的主场 滨海九镇还是很自信的 然后自信 包括自己对每个队员的枪垮的自信 都是不错的 但其实感觉下来 琴九还是拿下这场比赛胜利 还是相对轻松的 也是我一个力量中 然后琴九不太失误 拿下这一局胜利 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毕竟 战队的实力还是有点参差的 我依然可以期待一下KZ在以后比赛的表现 不论是男将还是小天蛮 还是Wiki都比赛期待一首 再来看一下个人数据情况 其实对比下来真的KZ 真的大哥 稳定发力啊 这个rating值没比O0低多少 rating值1.62 小天蛮也发力了1.14的rating值 Wiki和酸奶 包括鬼龟 就稍微有点隐身了 不过也是应该的 因为在这一局 他们为了给男将 去有更多的输出空间 基本上都是充当一个前顶的牺牲位了 但是酸奶确实在狙击方面也有高光点 但是跟太阳神来比 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琴九这边的话 O01.67的rating值很高 其他人的话 感觉今天就像比赛中King说的那样 今天琴九其他人的状态就感觉 没有那么好 就是正常状态吧 没有说发挥的特别好 O0是一如既往的 所以是相对来说 对阵KZ会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 把张新地图过来练练手 所以说明琴九很稳定啊 认真的对待每一场比赛 看一下上一场的MVP 给到了欧灵1.67的战斗评分 20击杀每回合军伤 其实我真的还是比较希望能看到 蓝将哪个MVP的 因为我说实话 我感觉他会值得很多MVP了 SMVP吧 虽然说第一场打的还是比较迅速的 但其实还是打的很精彩的 我其实没想到KZ会和琴九打的这么精彩 有来有回的 来来看一下本场战斗评分套匙 第一琴九欧灵1.59分 第二的蓝将1.41 挤上前三的有KZ的小天蛮1.15 并列的太阳神也是1.15 三奶也并没有差太多 1.14的战斗评分 第六是铃木 铃木上来虽然只打了一场 这局比赛只打了一场 但是效果也是有的 毕竟是热点手感还是很不错的 1.12的战斗评分 猫琪0.98 杨姨0.9 西安0.89 VK0.85 确实作为KZ的一名老将 这两天VK的状态有点 有点低迷了 感觉和男将已经有点差别了 已经有点参差了 所以之前的话 一直都是KZ靠这两个人的前点 是很不错的 甚至会给到其他队伍 优秀的前点给的很大的压力 也算是KZ的比较强势的地方 因为他这支队伍 他的短板很明显 长板其实也很明显 所以说整体而言 KZ的进步空间 依然是很大的 再来看一下 本场战队助威 琴9 热情高涨 52.24的 这个支持量 当然KZ也是有忠实的粉丝去支持的 我们在直播期间进入游戏内赛事 就可以为战队送出助威道具 增加战队的人气质 这个番茄霍霍炒蛋 非常非常的 非常有碍 平均每个人都支持一下 为自己喜爱的队伍 都支持 支持 增加一下 人气质 也是感谢这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比赛 那我们的highlight已经准备好了 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这一支队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今天的采访环节 欢迎来到今天的采访环节 首先恭喜琴9 3比0战胜了KZ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欧林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欧林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勤九欧灵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第一天是可惜 没有接到采访 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发现对战狼队失利之后 勤九内部有没有做什么总结 感觉大家可能太久没有比赛了 上来手感也不是很火热 然后觉得应该打狼队 就是要敢于亮剑一点 我们也应该打出侵略性一点 就不要打太被动了 对解决了一些问题 对 原来是这样 难怪今天打KZ确实更凶了一些 好的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在爆破中我们发现欧灵 你开始带包了 和之前位置有些不太一样了 这是做了什么改变吗 一般来说 在爆破里面把带包的人交给中间 或者稍微挂后一点的选手 这是一个很常规的做法 因为像现在这个模式 爆破里面一个道具也变少了 可能就经常需要短枪在前线去控制区域 什么的就很容易很容易死 然后如果说短枪来带包是一死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后面的进攻方向就很被动了 就不太好 所以可能就感觉别的队也都是这样 就很常规的一个做法 对可以 欧灵最近也开始使用欧灯了 而且用的非常好 这把枪好在哪里 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玩的那么好 yes 欧灵就是在这个版本 增强了一个打手臂的倍率 就把它捅不到和打胸部是一样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 欧灵在第一段射程里面是可以做到 命中上半身是可以两枪倒的 所以这个致死率其实非常的OK 然后虽然它伤害确实高 也有爆发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 第一点是它的射速太慢了 空枪的惩罚还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它的有子弹速度 有子弹速度的话 就是它可能打稍微中远一点的 一些移动的敌人 就可能没有那么稀 所以我现在也在摸索 这把枪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 使用场景用会比较好 所以你会看到我在热点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启用了太平19 也包括像第一天 狼队跟我们打像安仔和凤莲的太平19 效果也是很好 所以我还是选择要顺着版本走一点 欧灵我感觉爆破还是可以拥有爆发 但是反正热点如果要补枪的话 就不太建议 我觉得还是太平19好一点 可能要看个人的选择了 好的 今天我们也是在热点当中 还看到了林牧的登场 怎么样评价今天这位新人选手的发挥 还是很敢操作 挺厉害的一个新人 但是怎么说 可能今天上来打到热点的话 可能中间有一段会比较紧张 但我觉得这很正常 但我要说的 大家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以后绝对会 怎么说 会让你们感到眼前一亮的 确实是很有操作的一个新人 我觉得你们可以多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新人林牧 之后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好的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比较神秘 在BP当中 我们发现秦九把所有的星图 全部都搬了 这是不是波罗教练专门的策略 怎么说 我觉得在赛季的前期 大家都不太会选星图 应该没有谁会敢去冒险 把星图露出来作为样本 让大家研究 当然如果有人面对到我们想选的话也可以 你可以赌一下 我们有没有练这张图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可以 好的 非常感谢欧林接受我们的采访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